不回應了勒 他以後都跟我沒關係 遇到一些酸鳴這樣子 自己心情上是不是會有就是 瘦了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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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算起來我分比較多 我分力以下我分力比較多 所以之後他的事情的話 就是你就是再也不插手 跟我沒關係 跟我沒關係 我分力以下我分力以下 不回應了勒 他以後都跟我沒關係 遇到一些酸鳴這樣子 自己心情上是不是會有瘦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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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起來我分比較多 我分遺產,我分比較多 所以之後他的事情的話就是你就是再也不查什麼 跟我沒關係,跟我沒關係 資深音樂人李昆成在今年4月病逝 兒子李卓軒和李昆成小40歲的妻子林靜恩 卻因遺產問題鬧上版面 李卓軒控林靜恩一拿到李家老宅就立刻轉賣 轉住在台中七奇知名的高級飯店內 李卓軒說爸爸的房子在生前就被林靜恩轉到名下 也說他這個招式太狠了 他是生前夫妻贈於轉走的 如果是放著等我爸走,就是一元一半 但他要全拿 外界粗估林靜恩若照市場價格賣出 每平時價登陸約23.3萬 應該可以拿到至少1500萬到1800萬元 至於林靜恩入住台中高級飯店要花多少錢 李卓軒指出林靜恩入住的台中零酒店 根據台灣月租飯店訂房平台介紹 由於月租飯店多油飯店提供 也因為租期較長,價格也會比一般訂房還要划算許多 通常雙人房月租價格大約落在3萬到6萬之間 可能會因為房間大小與飯店設備而有所不同 通常住月9折扣也越多 不過隨著李卓軒爆料 等同曝光一向低調林靜恩的行蹤 據了解林靜恩已於10日從酒店退房 去向不明,至於住了多久 酒店方應涉及房客隱私並未透露 資深音樂人李昆成4月9日深夜病重理事 沒想到事後卻掀起真產風波 不過對於李昆成的兒子李卓軒而言 重要的並不是錢或財產 他表示想要拿回的是爸爸收藏的黑膠和藝術品 就算有人想要用現金來收藏 他也會全數捐出一毛不拿 並公開捐款證明 他表示已放棄爭奪從小和爸爸以及家人們一起長大的房子 李卓軒接受三立新聞網訪問也認為 因為弟弟、爸爸、叔叔和姑姑全部都在這間房子生活 他只有最後10年才在這間房子就要拿走全部 我覺得蠻不公平的 不過目前也對林靜恩提告偽造文書 認為爸爸生前所說的一些事情 不應該都是由他來轉述 我們就是進入法律程序 就是不想隔空講話透過律師處理 他還透露自己早就買了兩間預售屋給爸爸 不過還沒來得及蓋完 爸爸就已經走到人生鏡頭 李卓軒也曾經跟爸爸說好可惜 但李卓軒則透露自己比較希望的是看到兒子和媳婦可以成功懷孕 讓他能夠抱孫子 針對網友質疑為什麼李卓軒氣切之後才被通知 李卓軒其實並非如網友所猜測 與爸爸關係不好 一直都沒有聯絡 而其實李卓軒除了一間扛起家中經濟之外 就連醫藥費也是他全數缴輕 粗估約50萬的費用 至於李卓軒人生最後一里路 躺在病床上的時候 李卓軒只要有時間就會去陪伴 但因為工作因素沒有辦法日日夜夜陪在旁邊 他表示 我去的時候爸爸也是要我事業加油 專心在事業上 其他部分有姑姑跟林靜恩兩個 李卓軒今日曬出爸爸生前躺在病榻上 一人好友逐約姓來病床旁陪伴 李卓軒則是透露 我們沒有舉辦告別式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有幫爸爸辦了一場生前告別式 當時李昆成進入迷流的狀態 主治醫生說剩不到一個月 不過人能簡單回應的狀態下 李卓軒就開始陸陸續續邀請李昆成的好友 來跟他見上最後一面並好好道別 李卓軒也說就是不希望長輩快過世了才來 所以才沒有辦告別式 有種感覺是生前告別 林靜恩逼婚多產顯摔爛神主牌李昆成兒子 好好表現房子可以給他 知名作詞人李昆成4月8號因大腸癌病逝 享受66歲 兒子李卓軒當時發出長文 頭樓父親曾說很抱歉 什麼遺產都沒有留給我 李卓軒回應什麼是遺產 我已經都有了 你已經給我夠多了 如今卻恐告寂寞林靜恩偽造文書 徵產霸誤 機關算盡貪得無厭 怎麼會突然就是爆出來 沒有突然爆出來我爸就想講 我是要等我爸走 整個事情都做完之後我才要講 因為我想要我爸在世的時候 想要去煩惱這些 想要讓我爸好好走 雖然林靜恩表示 在李昆成住院治療7個月內 寸步步裡照料 但李卓軒怒轟 我爸的後續都是我處理的 林小姐在醫院結婚 只是為了偽造生前夫妻增育搶房產 而且結婚證書 我爸根本沒有寫好給林小姐 林小姐自己寫好幾份預備 拉我爸的手用蓋指紋的 那你有打算就是提告就是 侵占或者是偽造文書這一串 對 侵占偽造文書使 公務人員徵載不實 也是要被告的 因為這是那個 刑法 然後控訴罪 就是我 爸根本認明明 還在我這裡 還要去申請一個新的 然後我要辦下面這些事情 而且他申請的過程 都是常到我爸的生命 因為我爸的手用力 我爸的手用力 李卓軒控訴林靜恩偽造文書後 把我爸銀行戶頭裡的救命錢 林光 車子賣光 霸佔著老家 遺產稅不處理 房貸也不繳 整天在老家喝酒打電動 破壞東西摔東西 我若沒有進去 把神竹牌搶救移出來 也是會被林小姐摔爛 所患了不讓家人進去 這也叫真愛嗎 不過我爸也不是等閒之輩 這間房子早已貸款過四筆 負債滿滿 林小姐沒有工作能力 也只能登法拍而已 只能說是弱智大瑜 實在是有過悲期 現在的負債情況大概是多少 這些數字我不知道 反正我爸就是 一直帶一直帶 因為他們自己很容易 他有那個貸款在過過的 你現在要等法拍 所以是決定打算走法律這一塊嗎 沒有啊 這個他的貸款 他沒有能力繳啊 他一個月要繳四萬七的房貸 他沒有能力繳 一個月繳四萬七啊 這不是我的名字 我怎麼可能去繳 這就是法拍而已啊 他把我的東西清出來 他說這不是個假 我有留電話給我 那個大樓的管理員 然後他在裡面摔東西 然後造成住屋的困擾 然後管理員通知我的 然後管理員也有報警 除了摔東西之外 還有其他的行為嗎 有 我就看他表現啊 結果他就表現就是這樣 他如果好好表現的話 那房子可以給他 他開始工作 他開始繳房貸 那沒有差 因為我自己也有房子啊 我沒有要 一定要搶他這間房子啊 他如果是可以好好的繳房貸 把我爸的那些黑角 就是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那我沒關係啊 我可以給他沒關係啊 可是他 他就是不足利嘛 我爸全部那些黑角的朋友 就很擔心台灣的文化貸 被他破壞掉 或者是被罰他 被當垃圾刑掉 總是會有點遺憾嘛 我 fines才過 between the world 就很滿足 我不便 黑豪 春天來到十個泡茶 天地酒餅的海馬歌 首先跟我說的時候 來跟妳講一下 跟妳去哪裡 我跟妳講一下 跟妳講一下 我跟妳講一下 所以我媽媽出教我 我跟妳講一下 我跟妳講一下 跟妳講一下 我跟妳講一下 我跟妳講一下 跟妳講一下 我跟妳講一下 和妳講一下 和妳講一下 Зна片於是 concert장이 和妳講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